小禎他非常的開心離婚了 十二年的婚姻 十二年的婚姻 不過雖然十二年 事實上是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是處在一個分居的狀態 不那麼愉快 紛紛擾擾 那這個昨天小禎坦承 他已經簽字離婚 大家其實還滿震驚 因為過去好像大家一直在追蹤 那可不可以請志偉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情況是怎麼樣 對 就是可能觀眾朋友會好奇說 為什麼會突然要承認說 自己其實已經簽字了 最主要是鄭大哥 你手上的那一本週刊 對 因為週刊拍到了 就是 鏡週刊 對 拍到了小禎 他跟一直講說 媒體報載的男朋友 因為他沒有對外承認過 就是那個誠意必指的小開 保丁春庭 就是他們兩個從去年 就有被拍到童框過 那時候小禎一直強調說 他只是健身的朋友 不是男朋友 也許在那個時候真的還 童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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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翠芬 我應該不至於 不敢跟他這樣搭 對 那我覺得週刊 厲害的地方是他 他就是可以幾張照片 就可以寫故事 你知道嗎 那就是拍到說十三號的時候 小禎就是喝了酒 那因為小禎自己有講說 他可以瘦下來 是因為他借酒嘛 所以那一天顯然心情很好 所以喝了酒 而且不是喝了點酒 而是喝了蠻多酒 因為據我所知 小禎的酒量還不錯 所以他等於是醉到是要丁春廷扶著他 那狗仔是拍到說 他扶他丁春廷扶著小禎回到小禎的住家 而且熟門熟路的 因為為什麼呢 他寫說因為丁春廷戴著口罩 那小禎完全都沒有抬頭 因為他喝醉了嘛 扶著他 但是到了那個管理員 那個管理員坐在那個地方晚班了啦 那看到他他點個頭 他就幫他開門了 就是所以因為這個動作 他顯然呢 丁春廷非常熟悉小禎家 連管理員對他都很熟 熟門熟路的意思 然後呢 完了之後進去 狗仔也很辛苦 熟了一個晚上 終於隔天早上呢 八九點的時候 拍到丁春廷 他換了一套衣服 本來是穿黑色的嘛 但是呢 出來的時候變成這樣 他出來之後就是一身 就是很輕便 穿牛仔褲T恤這樣子 神清氣爽 神清氣爽 就是因為他沒有喝醉嘛 小禎顯然醉了還在睡 所以他出來 他出來的時候被拍到是這樣 所以就說 這個丁春廷跟小禎一室同居 ing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一個還有婚姻 那一張結婚證書的女性 即便說全世界都知道 你跟你老公已經分居了 但是總是不好 因為對小禎來講 他之前在乎的就是 我們兩個都還是夫妻 那既然有夫妻關係 你在外面有一些花邊 我這個當老婆的 不管我跟你的感情怎麼樣 那個面子真的是掛不住 要顧慮一下 對 所以我這麼在意 這樣形象的人 我自己還在婚姻狀態之下 但是被狗仔拍到 跟一個我沒有承認 他是我男朋友的人 在我家過夜 時間也蠻巧的 因為小禎就剛好去巴黎了 就是避開這個被人家問的這個事情 然後他自己在臉書上寫 所以因為這件事情 我覺得它是一個時機點 就是說已經到了 去年被拍到的時候 maybe那時候有好感 那是這個朋友以上戀人未滿 那現在是已經被拍到說 在你家住一晚了 而且還換了衣服這樣 那你就發現周刊上面的描述 都很detail 他包括說 連他的女兒都接受了 這個叔叔 丁叔叔 丁叔叔 所以我覺得就是記者 也蠻厲害的 可以去問到 Emma說 你是不是很喜歡丁叔叔 本來是不行的 因為我有爸爸嘛 怎麼可能還有一個叔叔 但是其實他女兒也很大了 大概也了解 了解父母之間 女兒多少 十二歲了 也了解說父母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timing 就是小禎在這個時候 他就來 好吧 那既然已經被拍到了 我也不用說是或不是 我只要告訴大家說 我現在就是已經單身了 我沒有交朋友的權利 這個小禎離婚成功 最高興的應該是阿德 為什麼 不是 因為這是他的主張 是 是 是 永遠都叫人家離婚 而且 鄭大哥 我們在節目談過他們很多次 阿德老師就說 趕快簽一簽 你記不記得 他剛剛還勸我說 永遠不要結婚 到底就好了 你神預言了 你終於認識他 阿德你怎麼看他們的離婚 就是 好 我先那個回答一下 其實只有一對離婚 我是不會高興的 還有很多對 我覺得小禎的婚姻 其實是台灣的一個很重要的資產 因為我覺得他代表一群 很大的一群 就是對婚姻希望是能到老 然後希望是忠貞的 然後有傳統的那些思維 可以在這裡面可以完成的 我覺得他是這樣一個心情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心情下面 又很執著 然後夫妻兩個都很有魅力 又是在媒體的檯面上 被大家議論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狀態 長期下來 就是反而讓他看到說 其實是一個很棒的一個教材 因為他從以前想不開 鬼打牆 然後最終就說 好 那就暫時先放著 先以孩子為主 這樣一路走過來 我覺得他都挺過來了 而且從一個很 就是突然變得很胖 然後慢慢瘦下來 不管用什麼方式瘦 不管 但是他有想要讓自己越來越好 越來越獨立的這個過程 我覺得可以變給台灣一個範本 就是說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其實可以越來越好的 但是如果你不要這樣想 可能就像前半段一樣 鬼打牆 那個日子很難耗 那個隨時隨地就是 不要說女生能不能挺住 男生的聽過挺不住 也是會出很大的問題 你覺得小證他們離婚困不困難 我覺得他們離婚一定比我更困難 對 比你更困難人家都離了 是啊 就是 那個能不能 離得順利要看命 接話 要看命 不是看難不難 就是說我覺得他們會很困難的 原因是就是說 就是只要這雙方有一個 是很執著的 其實就會很難 然後我覺得說不要執著什麼 就是不要執著一種結果 就是你在想就是說 結果走不到一定是一個過程 出了很多問題 那我們如何讓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鬆綁一下 比如說我覺得這是 李經良出來講這樣一句話 就說我覺得他有交朋友的權利 我覺得就是一個好的範本 因為你不要覺得說 很多男的 你不要覺得說他曾經花邊 很多人男的 一旦老婆那個 如果有類似的事情 他就會比較平衡 不一定 他搞不好來到機會反擊 他沒有這麼做 我覺得說 其實他們一直給我們看到一個 越來越好的範本 今天他能從 就是小禎能走出來 我跟你講他有多不容易 我告訴你有多不容易 就當初他有多執著 他後來就有多不容易 然後你知道就是從 哭過 笑過 恨過 這三個 前面那三個 其實都是不正常 不要以為笑過是好 那可能是發瘋的笑 就是那個 就是很情緒化的階段 在這個之前 能擺脫這個 就只有一件事情 但是這件事情 往往是大家覺得說 怎麼可能 在講天語 就是那麼理想 就只有一個就是感謝 因為人就是 為什麼所有的獨幕劇 舞台劇 最後都要謝幕 就是你只有透過這個謝幕 你才可以把身分放下 不然你沒有透過這個感謝 我看你身分都放不下去 像恨永遠是在的 對 就這個人就是回來 就乖乖每天在他旁邊 都不在 他永遠就在逃避 為什麼 因為他是假裝 假裝原諒別人 他所有的苦案 仇恨 都壓抑在這裡面 你知道壓抑久 還不只是那個痛苦 可能會扭曲 會變形 然後我覺得說 你說這個謝謝 為什麼那麼重要 就是說 你想想說 你會那麼痛苦 是因為你以為 你可以擁有獨佔一個人 是因為這個東西沒有達成 所以你會要死要活的 就是這個過程 誰造成什麼問題 你也不去理解 這個過程 對方是不是有對你好 你一律把他當作不好 就是你是永遠在執著那個點 那個點其實跟你們的感受 沒有關係 那個是一個外人看的結果 今天這個人都已經回來 還是這樣就表示什麼 其實這樣的人 其實基本上根本就 長期都不在愛裡面 所以老公才會離他越來越遠 對 因爲什麼 因爲它展現出來的 都是指責 好 所以我們又要修補